大家好 我是文睿 今天是2020年的1月28号 最近看到一个视频 就是湖北省的王晓东省长 在谈到湖北的口罩生产能力的时候 他前后给出了三个数据 我把这个事情大致给大家念一下 大家看看这个情形 然后我再做些分析 他开始说 就是湖北省年生产各类口罩 能力是108亿只 大家想想湖北省108亿只 然后其中民用的是8.8亿只 一用9.7亿只 就这个话音刚落 然后马上就有人给他递条子 然后他看了条子以后 马上就改口了 他怎么说呢 说口误 刚才口罩的生产数值有点出入 不是108亿只 是18亿只 更正一下 他说有点出入 108亿到18亿 他说有点出入 大家想一想 然后在演讲的过程当中 王省长他就再一次更正 然后他怎么说的呢 再完整的更正一下 各类口罩的年生产能力 是108万只 不是亿 它是万 单位错了 大家看一看 这是一个省长 一个省长 他在1月26号这一天 面对公众 在讲话的时候 针对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 就是口罩到底能生产多少 他做了三次素质的修长 最后从108亿变到了108万 这是一个什么情况 也就是说 这个湖北省每天生产 能生产的口罩数量是很少的 对吧 108万除以365 大家想一想 能生产多少 对吧 也就是说你看 你从他这个讲话到时候 你就可以看出 现在整个这湖北省 他这管理是非常混乱的 特别混乱 我相信不仅仅是湖北省 其他地区也大同小异 差不了太多 但是呢 他数字犯了两次错误以后 这个省长 他没有说对不起 也没有道歉 正常来讲 就是说我们说错了什么话呢 你连续说错了两次 你应该有一个表示 不好意思道歉 这个我说错了 就这样一个表示 没有 他道歉应该有两层 第一层就是刚才我说的 这种正常的道歉 他还有一层道歉 一层道歉就是什么呢 你作为省长 对吧 在这样一个非常 就是特别的时间 1月26号 在这样一个面对公众的 一个新闻发布会上 你把一个非常关键的数据 连续说错两次 你不应该道歉吗 没有道歉 这就是中共的官员 对吧 这么多天了 我一直在观察 我就没有看到说 从中央到地方的 各级官员当中 有一个人站出来说 那个道歉 抱歉 我为这个事情承担责任 我做错了 对吧 希望大家如何如何 没有这样的话 在韩国就是不可想象的 没有 没有人道歉 然后呢 今天还看到了一个 什么新闻呢 就是武汉市的市长 他叫周先旺 他在就是 回答一些问题的时候 他怎么说呢 他说 他就是现在承认吧 武汉呢 就是没有及时的 就是让大家知道一些真实情况 但是他说这个事情吧 也希望外界能够理解 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就说 因为这个依据传染病防治法呢 地方政府要就是通报什么信息呢 必须得先得到授权才可以 那么大家就可以想想 这个授权从哪得到授权呢 他是这个武汉市的市长 那就往上吧 往上到哪啊 那肯定是到中共高层 就到习近平那儿呗 那他这么说的什么意思呢 就想把这个责任呢 往上推 对吧 一层层推 推到湖北 推到就是习近平那儿一直 也就是说 在整个目前的状况当中吧 就是这些中共的官员 他们要么不承认自己错误 要么有问题的话呢 他就把这个责任往外推 互相推 反正他就是不道歉 不说对不起 这是一个情况 然后民众这块呢 就是很少有人 就是公开出来问责的 当然有很少 特别特别少 然后呢 有一个小伙 武汉的小伙 他做了一个视频 最近大家可能都看到了 这个视频呢 他在韩国的有一个自媒体 韩文的自媒体 他把这个视频呢 翻译成了韩国语 就打上了韩国语字幕嘛 然后在韩国这边 很多人看 我看点击量有几百万 好上千万了 为什么这么多人看呢 原因在哪 少吗 对不对 很少 就像这小伙 这么正式的出来 我看到好像就是一例 反正我看到的就是这些 很少 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吧 我们看到了一些 问责政府的一些视频 但是几乎是太少了 可能在一些环境大家 大家他可能在一些 就是能保护自己安全的情况下 能发发牢骚 其余的那就太少了 那我说到这可能有人说 哎呀 文睿 现在政府吧 也挺挺挺那个难受的 他们也在作为 对吧 你就不要在这这样说了 不要给他们压力 不是这样的 大家觉得政府那些官员 他们在 真的在心里面想着老百姓 努力做事吗 我不排除 可能有这样的官员 但是大部分的官员 现在都在想着自己 这是我对这么多年 对中共的官员观察 得出的结论 你不信也可以 他们现在想的就是什么呢 我首先如何获得安全 我的家人如何获得安全 我的父母 我的妻子 孩子 儿子女儿 怎么获得安全 我的爸爸的需要的药 够不够 对不对 我的孩子需要的奶粉 够不够 我的妻子需要的什么东西 够不够 他脑子里面 绝大部分的时间 他在考虑这些问题 到了很难过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能够离开中国 都在考虑这些问题 他们会有拿出多少时间 去想着说 其他的老百姓 会怎么怎么样呢 你们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 但是这是我这么多年 观察得出的一个结论 对吧 所以像这样的政府 你要不给他压力 对吧 不给他强大的压力 他是很少 会为老百姓做实事的 这个不仅仅是在中国 在国外也是一样的 民主社会这些官员 为什么这么积极做 就是因为老百姓有压力 舆论有压力 当然不排除 有些人他确实是善良 这是少数 所以你说你不给政府压力 你还指他们 为老百姓做什么事 那大家就等着看吧 还有就是最近 我看到还有很多 中国的老百姓 就最近这些还是这样 你说中国这么大 对不对 能力现在已经 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 有很多资金 很多资源 不用担心 政府肯定会想办法的 怎么可能不解决 这些问题呢 对吧 现在你看不是有很多起色了吗 他举很多很多例子 如何如何的 对吧 一定要相信政府 对吧 相信他们一定能解决我们的问题 然后昨天还看到了一个湖北 好像有一个小区 他们在那个唱歌唱 一起唱歌吧 好像是还唱那个 我和我的祖国 如何如何 我看了一会儿 心里面凉半截 是真的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政府 它也是由每个个体组成的 那些公务员 政府也是由那些 一个一个公务员组成的 你觉得那些公务员 他们比你能力强吗 你觉得那些公务员 他们在解决问题方面 会比你更有经验吗 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 对吧 你说你相信他们 他们都在为自己考虑呢 对吧 所以呢 你说政府如何如何 这个国家会如何如何 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 武汉这个事情 已经到了这个程度 大家还会这样相信吗 反正我是不相信 这是 讲到两个层面 一个是政府不道歉 民众不追责 然后呢 还有一个层面 就是什么呢 各扫门泉雪 现在把这个各扫门泉 从国家这个层面 就是各个省 已经开始了 对吧 比如说这个大巴 省级大巴就停了 但这个 它有它的做的合理性 这个我不去多说 但是有一点 比如说湖北省的朋友 到外面去 可能住店住不了 对不对 可能就没有人接收了 然后呢 可能甚至 我看到好像加油也没法 叫武汉的那个车牌 武汉不是那个 应该是厄A吧 武汉的车牌 你去加油 好像有些加油站吧 可能不给加了 因为太害怕 对不对 那这些事情 对吧 武汉这些朋友怎么办 湖北这些朋友怎么办 对吧 你们拒绝湖北省的这些朋友 那有一天 难保你这个省份 不会变成第二个湖北 对吧 你今天拒别它 明天你就可能会被别人拒绝 这是省一省之间的 在一个省内 对吧 市和市之间 彼此也是想要保全自己 市内 各个县 厢之间 也要彼此保全自己 这个不用我多说 大家在网上看到了很多 对不对 很多这个厢啊村啊 就是把自己的这个村子 那个路啊 就给封起来了 对吧 就是我就在想啊 这些村子 你们想过没有 对吧 现在是 好像你们村子里没有问题 但是呢 难保再过个几天以后 你们村里就完全还是没有问题 一旦有病例出现的话 你们怎么办 对吧 你们怎么样把它送出去 那路已经被堵死了 外面的救护人员怎么开进来 对不对 大家都没想过这样的问题 反正是先把我自己摘干净 把我们这个村 比如把我们这个厢摘干净 我们自己安全就行 你不考虑长远能行吗 同时对于每个家庭 村里面也好 市里面也好 家庭 我可以做一种想象啊 大家可能 大家也别不爱听 很多家庭就是这样的 对吧 自己把水准备好 粮食准备好 然后各种各样的生活必备品准备好 然后把门一封 我们就在我们的一个小家庭里面 我们就尽情享受这种岁月静好 对吧 至于说其他的人是什么情况 一概不关心 谁敲门找我办什么事 不帮什么忙 反正现在这个特别情况 我也谁都不联系了 我们家里面 岁月静好 对吧 吃喝都有就完事了 我相信很多 在中国的民众都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但是你想过没有 这次这个事情 它有可能拖的时间很久了 可能是五个月 六个月 对吧 甚至更长时间 你家里的那些人 老人孩子 你敢保证他就没有什么问题吗 比如说老人身体不好的时候 孩子或者有什么事 那个时候 你要着急想去求别人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别人也在享受他们家的岁月静好 它是不会让你去打打扰他们家的这种平静的 是不会去帮助你的 对吧 所以现在我们就看到就在中国社会当中 就很多很多人非常非常无助 看着其实我心里面挺揪心的 就是前两天有一个朋友给我留言 我不说这些无助的人 他们就怎么样 就是但是我看着是很揪心 有一个朋友 他好像是刚 这事不提了 就是心里也挺难受的 就不说这个事了 总之吧 就是在面临这样的一个大的问题的时候 这个大的问题可能给我们带来的痛苦是十分 十分 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的不信任 对吧 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的不协作 人与人之间就是互相的冷漠 他可能把这种痛苦增加50倍 甚至增加100倍都是有可能的 就是这样的 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发生 它其实本身并不是那么可怕 但是就是政府也不作为 大家都考虑自己 都想把自己摘干净了 我看到就是说中国社会这么多年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 出现什么事吧 比如说空气不好 我就把我们家设置一个空气清醒剂 对吧 食品不干净的话 我们就买一些有机食品 对吧 反正就不解决根本问题 只要把我们家这一亩三分地儿 整好就行 但是现在没有那么简单了 真的没有那么简单了 现在就是需要什么 大家给政府压力 让政府积极作为 然后一般的老百姓 互相得有一定的团结 然后一起把事情 商量团结协作 把这个事情处理好才可以 对吧 就是大家看到韩国这个情况 怎么说呢 韩国社会当然它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真正碰到很多事的时候 韩国人他能够一起协作处理事情 比如说在97年 大家看到了很多韩国人排队 把自己的基金手势捐上去 那是排队自愿的 对吧 韩国 我刚刚韩国以后 韩国的西海岸漏油 很多韩国人自发的到西海岸去 去把在海滩 把油自己清理干净 都是自己掏钱去的 然后包括韩国出现 十月号这个事的时候 父母在海边等着的时候 他们很焦急 很多韩国人自发到那帮助那些父母 对吧 非常非常多 在这种情况之间 大家只有互相帮助 才能 使这个难过的程度 大幅减少 就怕这种人心的冷漠 我再说一遍 现在中国的状况就是什么 政府不道歉 民众也不问责 然后从省 一直到个人 大家都是各扫门前雪 这样下去的话 真的是看不到希望 看不到希望 所以希望 现在大家 都能够行动起来 就这么说 以我在韩国生活这么多年的经验 包括我从小到大生活那么多经验 就是说你自己一定要自立 自己一定要想办法 对吧 到最后 你说真正能帮助你的人 没有什么 就只有你自己想办法 然后在你自己 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情况之下 尽可能的 尽可能有一点爱心 去帮帮那些其他需要的人 然后大家互相协作 想办法 分工 把这个事情协调好 才有可能一步一步的走过去 这就是我今天想谈的这些内容 好 今天就聊这么多 咱们下一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